中国大陆海关人员忙着核对资料 春节假期中段迎来陆客出国旅游小高峰 而且多数飞往免签的东南亚三国 有那个免签政策可能就感觉会更加便利一些 根据陆媒报道泰国尤其吸引陆客 传出有陆客抱怨免签入境 但是人多到得排队两到三小时 中泰签数永久免签后 今年春节中国大陆飞往泰国的航班超过3000趟 年增幅超过两倍 前往泰国的人数冲破15万人 暴增三倍以上 虽然比疫情前还少一半 消费却增加 根据泰国旅游部长表示 陆客平均消费58236泰铢 相当于49000多台币 年增8% 比2019年增加25% 因为很大一部分是自由行 会选择大型高档饭店 新马太免签政策拉动中国大陆出国经济 不过根据官方智库评估 今年出境旅游将有1.3亿人次 可恢复到疫情前的八成 而更多人选择国内旅游 预估全年将超过60亿人次 TVBS新闻专家宝陈玉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